鱼香肉丝里面没有鱼 但是我的虾条里真有虾 处理好的虾仁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搅打成虾泥 直到变成这样特别细腻的状态 加入木薯淀粉 太干了加水 太湿了就加粉 直到变成这样光滑的状态 搓成长条切成小段 水开50分钟 就变成这样的亮橙色了 放在通风的地方亮一个网上 时间不能太久哦 要不容易切不动 这个时候就开始烤原刀工 切成两毫米厚的薄片 再叠起来切成细条 这次要彻底烤干 像这样特别脆的状态 有完一百六下锅 就会发现特别神奇的一幕 一瞬间全部都鼓起来了 马上就捞出来 再炸一会就会变得很苦哦 拼拼着酥脆的响声 虾片当然搭配快热水 准备做好了 可以开始追剧了 每一张都很酥脆 它和外面买的那种完全不一样 没有过多的调味料调味 表示鲜味十足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谢谢大家